请来拜讲义第四十二页 昨天讲到六度佛罗地的十日节 请读习一下 请看幻灵片 故事是对自己的奸贪 就是吝啬 还有贪等人业的心 希望故事就应该从内心生欢喜心 而且故事以后应该要发愿影响 再看四十三页 听二 十日节 十日节的目的是要对峙我们的造恶业 凡夫因为十日节而能够得到清凉的火爆 小的可以升天 得到无量的福德 大的可以成就阿诺多里三秒三秒的地 十日节我们应该不要只是求天上的快乐 而应该只求就近存活的如上的火 所以十日节是对自己的恶业 今天请看四十三页第十六号 从丁三开始讲解 十节就像烹灯片所扩动 这大族由十节波罗蜜而申请设立一切的功德 接下来你十节很清净的话 你的心就能够做到安忍 所以丁三安忍也叫做忍入波罗蜜 是目的要对峙自己的称惠 有些人他动不动就容易发泡气 表示他称心很重 所以他特别要修安忍波罗蜜 所谓安就是指心安的领和 忍是指心安住在法上如如不动 忍不单单是指忍入忍耐或是指忍一切 所谓人事物的动作 可是忍最重要是心安住在法上不动 忍以后还要消化他 昨天教对逆境苦境或乐境要修像彩虹一般 他如梦如幻的 如幻形 所以你忍了以后还要了解一切法不是真的 是暂时的 是不会永恒的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修长远的安忍波罗蜜 请看二十七章 于求善福诸佛子 愿害犹如大膀胀 不予愿害舍愿心 而修安忍佛子行 请看解释 对于希望求得善行的佛子而言 所有一切会危害我们的人事物 由于能够锻炼我们修行成佛的正因 就叫安忍波罗蜜 所以我们反过来要想 怨敌或是伤害我们的一切东西 其实在修行上反而是一串好事 它就像一个大老的护肠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我们在这个中国世界 什么东西都很顺利 工作也很顺利 做人很顺利 久而久之呢你就会骄傲 就会瞧不起别人 甚至呢觉得全世界呢 我最了不起 这样子的话 从成佛的角度来讲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它会增长你的我值 骄慢还有狂妄 本来呢你碰到很多困难 你还会谦虚地去学习 现在呢你没有困难呢 就会越来越骄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修行人遇到困难呢 这是好的 不要认为呢困难就不好 困难要看你怎么又去用它 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所以他说 因此我们应该去对修 所有的愿离 伤害我们的人事物 都无所愿求的安忍 有关这一点呢 否则行应该特别的思考 而且去实践 我昨天先讲了一个西藏的故事 就是媳妇很想害婆婆的那故事 其实问题是说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你应该觉得 我不磨练你这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磨练你呢 你不会媳妇儿熬成婆婆啊 对不对 你不懂事啊 慢慢慢慢不经一事啊 不长一智 所以在遇到人事物的时候 这个安忍波罗地很重要 他从两方面说 第一这是我们过去的夜跟烦恼 所以你多眼都不掉 第二在你内心里 反而要感谢了这些 愿离跟伤害 他是来帮助我修行的 所以就像磨刀子一样 各位有没有看过 像下刀子不立的时候 拿什么 拿石头 越磨就会越立 我们的心里是这样 常说句话常说 滚动的石头啊 它不会长青苔 注意隔头里面呢 常常滚动的石头啊 它就会很光滑 假如这个石头不滚动 放在那边久一久之呢 就会有很多青苔 就会长草 最后鱼跟虾就会做了 它的房子 所以滚动的石头呢 是表示它经过磨裂 所以它就不会长青苔 请看幻灯片 所以在所有经论里面呢 安忍波罗密最好的榜样 就是法华经 释迦摩尼佛的因例 常故亲 菩萨 它是一个比丘 对一切的好的他也忍 坏的他也忍 所以他领尽一切诸佛 和成佛 他不敢轻视一切的众生 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有福性 好 接下来看第四 精进 第二十八套 精进是要对置你的泄滥心 这个呢 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六度波罗密里面 每一个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第六条 叫波日波罗密 智慧 波日波罗密像眼睛一样 它能引导你 若没有波日波罗密呢 当你有手有脚 你闪了眼睛走路的时候 还是会撞到 所以六度都很重要 但是在不同经论里面会讲 哪一个比较重要 其实都重要 第一个要有智慧 波日波罗密 所谓波罗密就是呢 要跟智慧相应 但是在这六度里面 要推动你 生生世世要行 菩萨道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四个 精进波罗密 精是指纯一而不杂 精是指不退步 精进波罗密 是对置你的泄滥 有些人生来就很好命 家里很好命啊 所以他就不用用人 烧饭 煮饭 洗衣服 他也不用打扫 所以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很好命 结果长大了呢 还是很好命 到了佛呢 还是很好命 所以就很 little bit lazy 英文讲 very lazy not a very little lazy 就很懈怠 很散乱 那他呢 也不是不学火 还有一种很懈怠的就是呢 专门拿佛经 发给别人 你好 念经啊 念经念经啊 你们念 睡觉 然后呢 你不要忘了回家 给我 这个也是懈怠 所以要对着自己 懈怠就应该要精进 请看经文 二十八诵 在四十四页 第四行 唯求自立二成人 牛见情如旧若然 故为立身 起得缘 而发精进 我此行 请看解释 假如为了追求 成半智力的 像声文 像圆诀 这样种性的修行人 声文就依佛 讲经说法 而开悟的 叫声文 那是修四地 读一读 圆诀是观察 因缘的变化 而觉悟 这是十二因缘 成为辟之果 声文跟圆诀 虽然他是小成人 但是他是很精进的修行人 你看他还把精进 当成每天的 这个生命的宝藏一样 如旧偷然地修行 在阿尔汉 要证阿尔汉 或证辟之果 也是要很认真的修行 现在在泰国 斯里兰卡 我们明天 还是有很多人 证一国二国的 所以他们还是要 很精进地去修行 那何况我们讲 大乘菩萨道人 就应该更精进 不可以懈怠 他下面讲 那么对于自诩为 大乘的菩萨行者 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 而发起作为 利益众生的功德 的精进 就应该更不能够懈怠 有关这一点 就是佛子们 应该能力去实践 这个并不难 请看幻名点 看释迦牟尼佛在英地 他在雪山苦行过 五六年 这一尊我是在 菩提家也买的 这个菩提树根的雕像 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就业精进 就业到呢 他寿如财骨 身上都长几人了 可是他目的是为了什么 希望自己早日开悟 而能够救一切的众生 假如你是很懈怠的人 那我要建议你 你就应该买一个六道龙水谷 然后拍一张释迦牟尼佛水山谷 即将告自己写一个字 不要笨得太凶 这样你才会精进 或者有天呢 每一天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你能够活到几岁 你并不知道 你想想看 佛陀他就要精进六年 那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精进过六个月呢 所以不论在家 出家都要用功精进 这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精进的目的 即将幻灯片 是为了自立跟利他 都希望一切众生都成功 你想 我虽然精进一生 稍微辛苦 每天早上很早 别人睡觉 早上起来做早课 别人已经睡觉了 看电视呢 我还在诵经 可是你觉得呢 这个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这一生呢 你过得很充实 很愉快 很有意义 目的是希望将来你过成功 所以精进有分三种 第一个叫深精进 二 口精进 三 意精进 好 请看幻灯片 深精进 先看西藏大礼拜 各位联友 我们虽然是大奉佛法 可是也要像西藏一样 八月要拜 不拜 十万拜 十万拜 而且这个五体楼地的大礼拜 那一般老胡扇 你不能拜 起码一天拜 一百零八拜 刚开始拜的时候 当然一定不舒服 拜第一拜还不错 拜第三拜 啪下去 拜第五拜 哎呀 都不能动 像猪了 然后你就会想 奇怪 这没干什么呢 为什么是日浪费生命吗 拜得又汪酸 又背痛啊 怎么还要拜呢 对不对 当然 刚开始拜的时候 你的心脏可能受不了 可是假如家里有佛堂 或在道场里 应该多拜 你的身拜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沙道敌 这个恶业 拜佛的时候 可以慢慢拜 拜个十五分钟 休息一下 喝个水 因为拜佛会流汗 所以你可以喝淡淡的盐水 然后呢 拜完再拜第二拜 就像你去跑步 不像一试一下子 就可以跑很久 跑个十五分钟 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再跑 不是呢 一下子一开始一口气 就像当兵 可以跑五千公尺的 有些人呢 不拜佛呢 就越长越远 这样子 一拜 你拜下去 就站不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拜佛是很好的运动 也是呢 忏住业障的方法 应该发心 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百十万拜 第二个 你看 西藏人不让达马也精进 在家居士也很精进 这张我是在印度 达沙拉里面 大招数拜 你看 这个老人家 快已经七十几岁了 老太太还很欢喜地拜 你看 大礼拜 第二个接班 第三个 还有拜师台 然后呢 因为我会讲一点藏服 就说你好吗 他说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来这里休息 他说生命很短 我每天修行我很欢喜 他七十几岁 笑起来的时候 我萌拉里撒一道理 为什么呢 他有很多皱纹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有慈祥的脸口 不像很多人 老的时候就会担心 哎呀我很丑 一定要买很多的呢 很多的化妆 买化妆 其实他们呢 没有钱买化妆 但他们长得很慈祥 很庄严 为什么呢 从修行而来 这叫生精进 所以各位的理由 北传的佛教徒 大圣佛法虽然很好 你纵使不接受金刚证 也没有关系 但是有很多地方 我们佛教徒呢 要好好地反省 你们每天都在做什么 第二个 好 口要精进 口就是要念经 念佛经 可是呢 我觉得呢 很多人呢 口常常都要造口业 为什么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对不对 我每天都听很多人念经 给我听 我都要会课 没有错 我想听你的苦难 了解的问题 帮助你的 解决你的问题 从佛法来鼓励你 可是我发觉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就开始聊天 就开始家家有满 难念的经 从呢 东家常 西家斗 然后就开始念 念完了又讲是非 是非就讲八卦 这是不好 你想想口 就可以做很多的功德 口也可以造很多的 肉业 所以你应该讲 没事 少说话 多念经 多念佛 除非你讲 鼓励人家的话 除非你讲 佛法帮助你的话 同样你想想看 虽然也没有吃素 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没有思考 我们吃肉的也是这个嘴 吃素的还是这个嘴 所以可见嘴 看你的心怎么用 那真正的出交人 或是佛弟子 不管大称跟金刚称 他常常多读佛的经 多读古门品 金刚经 古贤情愿品 多念佛 多念咒 不要去讲是非 不要去讲八卦 有一天 常常恶口的人 嘴巴是会歪的 甚至恶口的人 嘴巴是很臭的 而且恶口的人 你讲的话 是人家不会相信你的 接下来 应经济 就是要咒月经济的 禅修 学习佛法 包含发愿文像 我拍的这张幻灯片 是在印度智慧里 他们年底的时候 所有的拉玛一起呢 为了所有一切的众生 点灯 点香 发愿文像 同样的你到了圣地里面 不要只刚刚去 哗啦哗啦就去照个像 然后呢 哗啦哗啦就走 你应该好好心静下来 共修 或是点灯 或发愿 这个叫应经济 所以你看看 在这里点灯的人 他每天从早到晚 点灯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的 在佛说 佛说失灯功德经里面就说 点灯呢 有无量的功德 最后 不但可以心中充满智慧的光芒 最后呢 透过发愿文回向 也可以让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在这里我要鼓励 如果家里有佛堂 也应该点灯 但是现在呢 因为很多人工作都在外面 注意为了安全 假如全家人出去的时候 应该把灯熄掉 这样的安全 传统上灯是不可以熄的 不过现在为了固利安全 社区安全 不要说因为你家呢 好好点灯 万一呢 那油烧掉发生火灾 烧到别的左右灵舍的话 那人家是会骂你的 所以在如露底 你家里有人 你就点灯 全家人出去的时候 就像检查 瓦斯水电一样 你会把灯熄掉 没关系 这比较安全 所以易经经 是常常心 像菩萨一样 行六度波罗里 莲花脱污尼而不然 这样的发愿文向 所以要生经经 口经经 应经经 接下来再看丁谷 四十四一 地理经堂 禅定 禅定是很重要的 禅定不单单是禅中要修 是任何一个中判都应该修 看幻灯片 禅定的目的是对峙你的散乱心 有时候我们的心 若不修禅定 你早早想 从早到晚 你想想看 你要工作 要照顾家人 跟朋友讲话 打手机 讲电话 有时候你觉得 你还讲久了 很累的 心很散乱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心 若不修禅定的话 就会像脱香的野马 在草原里面跑 跑到最后 心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为什么在阿兵哥当兵的时候都要收心操 对不对 就是把你的心给收回来 所以各位的人应该可以练习 在圣经之前静坐一下 静坐十分钟 你可以注意呼吸 数出或数入选一个 一般来说 假如夏天很热的话 可以数出 假如你像女众身体很冷 或今天你生病了 很拼冷的话 你就数入 数出跟数入选一个 然后你的心慢慢就会定下来 然后接下来 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慢慢慢慢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当然你在数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会胡思万象 没关系 慢慢慢慢练习 等到你心能定的时候 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工具 你可以把它丢掉 这个叫数习惯 所以请看二十九诵 四十四页第十六行 以具指极止之圣观 能尽催灭诸凡脑 是以当月似无色 而修禅定佛子行 透过具备极止 极是极静 止是指的心 有一个所缘境 当心安住而不动 这样子殊胜的观照智慧 就能够彻底催灭你所有烦恼 昨天我讲 原响大师的故事就是 他为什么在刹那之间 在喝到水的时候 他的心就开悟了呢 因为他的心很定 我们凡夫的心都乱了 那有几个方法 来建议你 第一个 人家讲过的话 我记一下 很多人呢 跟他讲说 好好好 这个朋友呢 都忘记了 那个是你的心很乱 第二个 小朋友念书们呢 对不对 念前面 后面不知道 念后面 前面忘忘忘忘 可是你也不专心 为什么你不专心 因为你的心很乱 所以指观是很重要的 当然假如你能够到侯堂 清静师父学 禅坐的课是最好的 那在这里时间有限 也可以请你上 商业经测的网站 我也有讲过小指观 九注心 以及现在在讲 坐禅三昧经 禅定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也有 今生才刚发 无提心 行六度万恶 这非常的好 可是有些人有呢 已经呢 多生多学都修 不失实戒 忍入精进 不失实戒 忍入精进 你比较差的是什么 就是禅定波罗蜜 跟波忍波罗蜜 所以这两个 你应该更认真的修学 有些人说 哎呀师父我不会打坐 没有错 什么东西都要慢慢询 你不要去怕 慢慢询 你有佛系 属习官 是从南传 北传 藏传 都可以修的 所以慢慢的心定下来 你做事呢 就有条理 不会慌慌张张的 所以答应别的事 要练习 洗下来 假如你答应别的事 你可以不晓得 你可以说 我明天想一想 我明天再告诉你 答应人家的事 就应该去做 否则你答应人家的事情 却不做的话 这叫打忘了 将来人家就不会相信你 表示你的心太散乱了 对不对 可是人很奇怪 什么东西呢 他都会忘记 但是年底 结账的时候 薪水他就不会算错 这是很有趣的 小朋友常常就想 妈妈你欠我压税钱 您用钱了 他常常都不会算错 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记钱 会记得很清楚呢 表示我们用心 对不对 同样的学习方法 你用心的话 你就会记得起来 你不用心的话 什么都学不起来 下面讲 当你了解这层道理的时候 心不要急 急没有用 真正去了解 去修 真正超越四五色定 四五色定 是天上的四种禅定 你了解 这个禅定 定的目的是要让你开智慧 所以不要执着禅定的功能或神通 要知道禅定的目的是要让你开 波耳波罗命的智慧 有关这一点 佛子们应该要好好实践 所以请看幻灵片 释迦牟尼佛 他一生讲经说法 当他顺利子为他说佛话 佛问问题完以后 他就入整地 佛行众作物的时候 心都在地里面 所以佛的心很慈祥 也很宁静 所以当所有众生看到佛的时候 都会被他这种禅定的慈悲三昧 所感动 所以清净心是我们禅定的根本 禅定又叫做禅 所以你要常常训练的心 不要总是很肮脏 污染 多用心 多细心 多耐心去学一些事情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接下来再看 丁六圣慧 圣慧请看幻灵片 他目的是要对峙我的鱼吃 很多人比较没有智慧 有很多方法 在这里待会儿会介绍 请看幻灵片 第30章 44页第28题 不会善巧 前五度 圆满 图体 不能成 故应聚巧 离三轮 而修 盛会 佛子行 他说 假如没有 波日 波罗里的智慧 而以前面的 布施 实戒 忍入 精进 常定 前面五度 其他的宗教也有 基督教也有故事 也有守摩西十戒 他们也有祷告 他们也要修忍入 可是他们有 波日 波罗里的智慧 回教 他们也要严守 回教的戒律 他们也有很多 灾戒约 网马丹 可是他并没有 波日 波罗里的智慧 所以 这一度 请做一个记号 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假如你只是修 前面五度 老实说 很难得 很精进 不过 还是不够的 那要怎么修 波日波罗里呢 第一个 请你每天的功课 不管做多少 多念 二十一遍 波日新经 假如你能够念一部 金刚经 会更好 假如你欢喜 念小品波日经 或大品波日经 那更好 但是起码 在送完 新经 或波日经以后 新完 送完以后 心静下 去思维 经文的道理 那 慢慢 你智慧就会开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 师父 我的小朋友 读书不好 没有智慧 怎么办 念波日新经吧 小朋友最少念七遍 不能再给我打折了 每一次呢 很多人都会来跟我讲 discount 抹discount 不可以的 太多discount 很难承伯的 对不对 小朋友念七遍 大人念二十一遍 我台湾有个小朋友 对不对 他小学啊 三年级啊 整部阿弥陀金都会背的 所以够要加油 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 成佛绝对不是舒舒服服 就可以成佛 成佛这要很用功 很精进的 所以他说 假如没有波日波罗密 是不可能圆成 无上的无敌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去修这种具有善巧方便 而古光丝的三轮清净盛会 有关这一点 佛子应该要去思维跟实践 请看幻动片 我下面用绿色的打出来 什么叫三轮清净 三轮清净是指三样东西 不执着 第一个 能顾识的人 第二个 所受顾识的对象 或是你顾识的东西 不要执着 这叫做三轮清净 一般人我们顾识都会想 看 我很有钱啊 对不对 走过去贫穷的人说 哎呀 老板啊 对不对 给我一点钱啊 就丢给他钱 结果他看了眼睛 嗯 我什么样 我挺臭同情的 对不对 有些众生就是呢 你不须的时候 你更高我满心给他的话 他会不高兴 有些众生呢 你给他太少 他还会骂你 我记得我去印度的时候 去朝圣 我看到一个人 已经是哑巴了 我给他钱 结果呢 他哑巴还破火大骂 骂着我嘛 给他钱太少了 巴比亚 你看看 很可怜啊 师父给他钱 他还骂师父啊 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哑巴 我都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旁边跟我讲 他看到哪一个人 只要钱多一点 他就很高兴 钱太少了 他就会是破火大骂 你看 真正被接受牧师的人 他会有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牧师啊 听考不可以有骄傲的心 菩萨我们牧师众生 我们还要感恩他 谢谢你 让我修牧师波罗命 所以菩萨救度贫穷的人 他还要感谢贫穷的人 如果没有贫穷的人 他不可能成就菩萨报 所以你看 所有的 请看右边的佛像 这边呢 观世一菩萨 千手千眼观世一菩萨 你看他正中间 他一定合掌 你拜他 他也拜你啊 你要不要注意到 你对他很恭敬 他也恭敬你啊 为什么 他恭敬你是为了的佛 所以菩萨呢 不会说 小子 你很久没有来还愿了呢 对不对 你欠我很多呢 利息呢 菩萨不会这样想 菩萨是无我的心 刚才他这样想都是凡夫心 他是呢 以三文清静 他不会只说 哎呦我是大悲关心 因菩萨 你怎么不来拜我 他说因菩萨 我有这个念子 他反而对你很恭敬 因为你也是为了佛 所以能布施的人 不可以骄傲心 还有 接受人家故事的人 要有感恩的心 不要觉得 人家帮助我们 是应该的 人家不帮我们 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人家帮助你的时候 你都没有感谢别人呢 感谢别人要从心里面 现在很多人都是假假的 我感谢你呢 心里想 要赌一点 这样不可以 不可以 我觉得现代的人呢 在那社会呢 教育呢 很多人不太重视做人 而且你跟人家道歉 就说 I apologize to you 你要真的从你的嘴巴 讲出来 心里要有道歉的意思 很多人道歉 只是嘴巴道歉 心里就说 嗯 我还是对 对不对 我只是不跟你吵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从他到这样 我教训他 Pologize呢 Just not from your mouth from your heart 知道吗 很多人跟他道歉 哎呀 对不起了 我吓死了 心里想 猪八戒 其实还是我对 就是这样 这样不可以 这样你将来都会变猪八戒 因为有你的心而变好 所以听好 接受人家故事的要感 第二个 所故事的东西 不要去尽量 风和的大小 而对对方真正需要 比如说 现在他肚子饿了 你给他黄金没有用吗 你给他面包款比较有用 他现在需要衣服 你就给他冬天的衣服 他希望精神帮助他 给他帮助教育基金 你就要帮助众生需要 可是呢 你也尽心尽力 不在乎你的钱多少 所以不执着能故事的人 所故事的对象 以及所故事的东西 这叫三文清静的智慧 这样子的话 你有将来无量无边的福报 反正要得到什么福报呢 简单的说 你心会平静 有智慧 第二个 你动什么念头 就会满你的愿 心想事成 就是要从这样做的 很多人心想事不成 那表示呢 你有很多的执着 你的心是不精进的 好 请看一下 在圣柜里面 我要讲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请看幻灯片 有机会 各位到菩提家野去朝圣 可以看到 菩提家野呢 除了马哈佛地天佛之外 有全世界的寺庙 都在这边建 有南传的泰国寺庙 有北传 大圣 金刚圣 也有中国寺庙 现在所看到的幻灯片 是日本人建的寺庙 日本人在菩提家野 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 释迦牟尼佛 用石雕去造 大概五六层都高 非常的壮严 日本人 我们要赞叹他 对历史文化呢 是考证非常的精细 而且保持很多文物的 所以他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呢 在旁边建了十大弟子 可以看到 佛陀有十大弟子 左边五个 右边五个 很壮严 今天我要讲的是 虚菩提尊者 苏菩提 这是范文讲 苏菩提 苏菩提尊者是智慧第一 你看看他的长相 精进很庄严 有一天 佛对苏菩提说 苏菩提 佛呢 我问苏菩提尊者 请问这两个当中要选一个 你要选什么 那苏菩提尊者呢 当然他很有智慧 他说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我当然知道 佛的舍利子是非常尊贵的 因为舍利子呢 是诸佛界定会的结晶 所以不是我不恭敬舍利子的 当然舍利子非常好 现在全世界东南亚 很多国家都很流行 供舍利子 能够供舍利子 当然是很大的福报 在《法华经》里面讲 佛的这个大悲愿力 让末法众生呢 因为供舍利子 而有很多的福德的智慧 所以真正能够供到 真的舍利子 是很大的福报 不过现在 真真假假的舍利子就很多 就点到一起了 你要自己去判断 那什么叫真的舍利子呢 就是你供养以后 你会生清静的 戒定会的功德力 这是真的舍利子 真的舍利子它会生的 假如你不恭敬舍的话 不去供养它的话呢 好 舍利子也会不见的 这个是超科学的 那徐伯迪就说 我不是不供养 不恭敬舍利子 因为舍利子是诸佛 戒定会的几个经 但是释迦牟尼佛 若是你要我在两个当中 选一个的话 我会选呢 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为什么呢 波尔波罗密经啊 是一切经中之王 王中之王 几张半证片 我有写 一切诸佛啊 都从摩克波尔波罗密 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都是修六度波罗密 而且符达 通信的波尔波罗密 它才能成佛的 换句话说 因为它能成佛 所以它有戒定会的功德 烧出来就会有舍利子 所以摄利子从哪里来 是你修戒定会的功德 所以你若能够供养摄利子 当然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不可以执着摄利子 有人都还会睡觉 哎呀 我家的摄利子长得比较大颗 你的比较小颗 我的有神通 你的没有神通 其实这些错误 摄利子是要鼓励我自己 也要像我一样 精进而修戒定会 有了戒定会 你自然呢 就会有功德力 所以摩克沃尔波罗密经 法才是最大最大的功德力 所以从这里 可以让大家知道 不要去执着外向 丁考古没有说舍利子不好 我自己本身也有 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 是西藏的上司给我的 对不对 我也很虔诚恭敬礼吧 但是看到舍利子你要知道 是从哪里来呢 是要从昼夜精进的修持而来 所以佛说 念摩克沃尔波罗密经的经典 的功德力啊 是你拜舍利子 更大功德的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所以到最后说 六度波罗密 不管你十年观世音菩萨 地藏宝菩萨 或念其他佛菩萨 我说过 就算你升到静佛国土去 西方极了净土 我东方要是净土 我见到没了菩萨 最后你都要换一个人做老师 这是谁呢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所以请看幻灯片 给传佛教里古台山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就代表摩克沃尔波罗密的老师 这是非常重要 好 再请看补充资料 四十四页第三十二行 《八福地心经论八心评》里面就说 请看 求最殊胜的佛火 八福地心有五种事 第一 见到所有诸佛 相好庄严 光明清澈 欲语者除暗 除各种烦恼 所以你要精进的八福地心 你要想 为什么有些人看到佛像 他就很欢喜呢 因为 佛菩萨身身世世修的功能力 各位不管你是看到的雕像 画像或佛卡 看到佛像要恭敬心 因为你能够看到佛像 这是佛的大悲怨心 而显现 没有善根的人或没有福报的人 是看不到佛像的 但是注意 很多人不要执着 这个佛像是男的或是女的 有很多人都问我师父 关系欲语撒是男的还是女的 答案不是男的 也不是女的 不能这样念 不男不女 这样的话 他离开男重相 也离开女重相 我曾经教一个大悲怨心 他的贪心很重 平律性很重 我教他念关系欲语撒 他每次念了很多害怕 我说师父我们不敢念 为什么 因为我愿意念 我觉得关系欲语撒太漂亮了 所以你这个人的罪恋深重 要忏悔 你要打个梦想 打到关系欲语撒的头上 不可以 那真的要拜佛 后来我叫他拜关系欲语撒 每天拜关系欲语撒 拜一百八八 后来拜完以后 他就念大悲怨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后来他现在 看了关系欲语撒 心态就很清净了 为什么 想美女想太多了 那是烦恼心 知道吗 关系欲语撒 都是清净装严的 有些女生 就很喜欢定藏毛补撒 为什么 她当男的 都是男朋友爸 这样也不好 佛菩萨都是清净的 他不像我们凡夫 是由父亲的 所谓的精子 还有母亲的卵子和结合的受精卵出身 佛菩萨都是清净的功德力的愿力而产生的 他不是我们业力而显现的 所以佛像可以除灭我们的烦恼 所以假如你败过的时候都还打妄想的话 那你更应该忏悔 继续败 败久了 你的业力就会忏除 你的烦恼就会减轻 所以古门评说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 恭敬 关系欲语撒 关系欲语撒 事实上真的很慈悲 它就像妈妈一样 妈妈照顾小孩是非常非常慈悲的 所以看到佛像 你要有清净心 你要有恭敬心 你就会发无上无敌心 第二 见诸佛如来 法身常住 身心清净庄严 都不染乎 像莲花而出 污泥而不染 所以他生生世世都修集 修集什么呢 修集六度波罗密 值得我们发无敌心 接下来再看第四十五页 三者的第二个堂 见诸如来 所有的诸佛如来 有五分法身相 叫戒定误会 谢波 谢波是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 谢波以后 有谢波的正知正见 他的身心当中都充满了智慧 跟无上的妙法 所以我们这样子 而发无敌心来修集 接下来第四个 佛他成佛的时候 或菩萨呢 他有很多的功德力 所谓功德力 像什么呢 举个例子 像很冷的时候 假如现在冬天很冷 你第一个为什么 给辣子 或是点火取暖 火旁边有温度 对不对 你靠近火 你就觉得不冷 对 同样的你靠近佛菩萨 你就感觉佛菩萨还有他的功德力 就像温度一样 他的功德力是什么呢 请看第四个 见诸如来 有实力 似无所谓 大悲心 跟三念处 请这个去查佛学词底 我这个没办法 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讲的话 我想大家就要打佛气 跟打残气 就要住在慈慧禁院 也就是说 佛有很多很多 戒定会的功德力 可以摄受众生 第五个 见诸一切的如来 最后有一切志 这里的志就叫做 摩托波尔波罗密经讲的 一切种志 他对世出世间 所有的道理 他都明了跟通道 佛对所有的众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知道 所以 佛在世的时候 能够遇到佛是很有福报 因为你有任何的疑惑 佛都会告诉你解答 所以佛有一切志 怜悯所有的众生 慈悲苦苦 能为一切愚痴的众生 或走错路的人 迎取正道 所以 因为思维这样 你会觉得 我们应当要发 无上的疑心 这并不难懂 现在 请看四十五页 第九行 看 科判 几六 几 前面呢 讲完了六度波罗密 对峙我们六大类的恒老 接下来 既诵三十一诵到三十四诵 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佛定子 这么多这么多心情的方法 以下四条的背起来 不要照 下面四种过失 什么过失呢 请看 顶一 自断几命 常常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对 别人都是错的 这样不可以 请看三十一诵 若未深究自平命 道貌黯然 非法尘 故于 谨望横观已 而立断之 佛子行 所以说 请看下面的白话文 假如未成 自观自己的错误 己谬 就是说 没有常常 关照自己 反省自己 自己所做错的事 那有时候 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呢 外表上 你虽然是修行的人 可是事实上 你贪嗔痴的烦恼 却非常的多 却做一些 不合活法的事 比如说 有些的连友 在听到 不提心的时候 就非常的好 可是有时候 他会用错误 发福提心很好啊 对不对 大家一起来做阴工啊 你要发心啊 你要发心啊 你要发心 都叫别人发心 结果他坐在旁边了 喝凉不茶 这个就是什么 错误的道貌爱人 就是你表面上 看起来你很有修行 事实上呢 你都是的 最懒 所以 人要很诚实的 中国儒家都讲 无日三寝无生 要睡觉之前 你要静下来 我今天有没有做错事 做错事要忏悔 要改变 如果没有做错 那就要很欢喜 如果做善事做对了 那就应该继续的保持 所以 要常常反省自己 有没有做错事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因此 下面说 相讯不断地观察 自己的迷失跟错谬 而且要想尽办法 要断除它 这个一点是佛子行应该要明令 所以 诚实地要接受自己的错误 要有勇气 接受人家对你的建议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补充资料 在我 各位 如果听完经 今天晚上就可以上网了 我们商业新社的网站 有登录 我做的法语 我们最近新出了一个 New Calendar 就是新的阅历 因为做的份数很有限 只有五百份 所以其中的网站的阅历上面的法语 是我们做的 有中英文对照的 请看 我能片 先打起来 第一个要学习超越自我 Transcending Yourself 第二个要进化负面的自我 Pillify in Your Negative Mindfulness 第三个要提升觉性的自我 improving the enlightened yourself 可见呢 前几天我讲过一个故事 还记不记得 就是一个出家人的顽皮 喜欢突披这个虎皮 对不对 故意像人家 就说明了 给我们启发 其实我们作为人呢 有善争 但是也有很多的烦恼 人不是完美的 很多人做事都不用心 所以乱七八糟做 可是反过来说 也不要太极端 吃不东西都是 也以律迹 也以客人 什么东西要完美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绝对有种美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善根 我们也有恶念 所以第一个 你要诚实的这个 接受自己 你假如不接受自己的话 你就不知道自己 错在哪里 要从哪里改啊 有时候你爸爸妈妈 讲你不好 你的先生或太太 讲你的缺点 或是你的好朋友劝你 你就变成了固执 这样子呢 久了久迟呢 你会失去很多朋友 为什么啊 反正你就是那么固执嘛 你就去放个头 我写头嘛 所以人生就会吃很多的苦 所以第一个 要诚实的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好 也要接受自己的不好 要知道自己有优点 也要知道自己有缺点 请看第一个 超越自我 怎么说呢 要努力的克服你自己 不适当的个性 与坏的行为 与习气 我有列上英文 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 佛有个圣弟子 他修行很好 但是呢 他常常有恶口 他常常就喜欢骂人家 结果有一天呢 他看到了 他去脱波 脱波的时候 到恒河旁边 因为他有神通力 他看到恒河有一个女神 他就跟一个句话说 你这个恒河小丫头 但是喜欢骂人家 你是小丫头 那他被骂了以后 就很不高兴 就跑来跟释迦牟尼佛告状 说佛陀啊 你的弟子实在太没有水准了 怎么能出口骂我呢 叫恒河小丫头 我是漂亮的美女 然后佛陀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叫他来跟你道歉 结果他就叫圣弟子过来 要披袈裟 跟他道歉 但是当着佛陀面前呢 所有圣弟子就说 恒河小丫头 我跟你道歉 你看看 他说你看 他跟你道歉 他还是帮你恒河小丫头 这是他恶口的习气 所以我们有时候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所以小朋友 也会有不好的口头产 大人也有很不好的口头产 擦擦擦 这都是不好的 这些坏习惯要改 什么叫习气 习气而养成的一种气质 有人气质就很好 有人气质呢 脾气就很坏 讲什么东西 就是称心很重 讲没两三句跟人家吵架 有些人呢 心就很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行为 个性跟习惯 要一个一个去改 这个才要真正的修行 修行不单单只是在佛堂念经 念佛念咒 那个是方法 目的是要净化你不好的身口意的行为 假如你真正的圣经 圣得有得力的时候 你的心呢 就会慢慢越来越浮游 脾气就会越来越赶 慈悲心就会越来越强 就会有慢心 有信心 这个才叫修行的很好 修行不是无论要比说 哦 你念一千遍的经 我要念两千遍 那你还是好胜心啊 所以第一个要诚实的 要感知自己不好的习气 但是有一些人呢 很奇怪 他很精进 但是呢 他不喜欢人 慢慢慢慢 他自己真的很精进 最后变成什么 很孤僻 这样也不好 孤僻的话呢 慢慢就会变身文跟原决策 菩萨要欢喜跟众生相处 这一点要大家要了解 所以要超越自我 第二个 我们呢 超越自我之外 还要净化负面的自我 我们有时候 常常会起恶念 每天 请你要持续的 进化你自己 所产生负面的念头 有时候呢 可能昨天呢 熬夜了 然后呢 比较晚睡了 第二天呢 平息就非常的大 有一天呢 昨天呢 因为呢 被人家撑场了 我逛街逛太多了 坐牧的时候 满脑子的全都是小皮包 有时候呢 出去呢 跑外路跑太多了 坐牧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美女 你就打妄念 所以 事实上 我们每天都有善念 我们也有妄念 所以 妄念要每一每一天都去想 每一天刷牙洗脸牙 透过修行 来净化妄念 跟负面的念头 念头不要怕 挺好 很多人有时候都很怕 哎呀 师父 我很丑陋耶 我造了很多恶业 不要这样子想 不要太极端 我说过 不要太狂妄 也不要没有自信 每一个人都有活性 但是你要真正去努力 不管你学什么 你都要学着 我要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 真的要慢慢学习 就像一个例子 小朋友 你现在放他在房间里面玩 有时候呢 他很有规矩的时候 房间会收拾很好 可是有时候 他一发起脾气来 所有的玩具都打断了 我们的心 有时候也像小朋友一样 你照顾他的时候 他心很平静啊 很欢喜 可是你的心 如果不照顾他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很容易发脾气啊 对不对 有时候你们管外面的小朋友啊 这也不不乖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内心里面 有很多贪嗔痴的小朋友 也非常不乖啊 所以每一天应该要训练呢 十二岁了 但是人家看起来像二十五 对不对 不再用多一点啊 十六岁 不要讲十八岁 十八岁啊 十八一朵花 佛经里面讲 十六岁是魂珠十丽妙童子 真的相由心生 你心很心情 为什么 第一 我很欢喜的 愿意吃素 第二个 我每天也打坐 是诵经 第三 我每天也读古经 所以你的心不同 相由心生嘛 所以啊 你每一天努力努力 经过十年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慢慢的努力 佛法一定有用的 你看看观世音菩萨 相由非常的方言 那也是清静庄严 很结修的 所以第三个叫 提升觉性的智慕 每天逐渐逐渐的 进化你的负面的念 慢慢慢慢你的心啊 就会像你 角结的月亮 慢慢的宁静 慢慢提升你自己 在明确的正念当中 而且安住在 觉悟的境界里面 这时候你走到哪里 行住坐 你的心就会很清静 这个就要练习了 你不练习不羞耻 你是达不到这个境界里 一般的凡夫都是这样 早上起来 对不对 很精进的做个功课 请问你们各位 早上起来都做什么 第一个早上起来 妈快点啊 我迟到了要上学了 对不对 妈就打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这样扯啊 然后穿衣服啊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我里面就上班了 我上学 你看你的心多乱啊 假如你六点要上课的话 我建议你五点半就起来 起来先静坐一下 想一想 人活着做什么 我念念佛 我收纵经 做一个简单的功课 想我今天要是无法到 我应该很开心的心 去上班 开心的心去上学 开心的心 去帮助一切的人 你看你心啊 早一点起来 半个小时 你的心就别人宁静 不会东拉西承 忘了这个 忘了那个 对不对 你很愉快的心呢 去上班 你看到大家 Hello Good morning 对不对 Everybody 就很糟 很高兴 人家看到你 你疯了 你今天吃错药 你不管他 你很开心 人家妈咪呢 你也觉得没有什么 我听了佛子行三十七说 反正都是假的 没关系 不过讲假的 不是说不要认真工作 而是说心呢 去面它 不是说万一影陰险 人家骂你 你也很开心 人家正大人的意 你也很开心 人家会说说 哎呀 你是不是吃了十全大不完啊 对 你心中吃了一个 佛法定心嘛 所以那你就更有聚会啊 更有效率去处理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说 快快乐乐乐乐 也是过一天啊 痛痛苦苦 也是过一天 为什么你每天都鼓鼓脸呢 还是居然是欠你几百万啊 对不对 越苦就越丑啊 越丑就越苦啊 它是相互影响的 然后回到家里了 你会觉得 嗯 我今天很高兴 就好好睡觉 那万一口气不再怎么办 我身极乐世界哦 对啊 真的睡下去 你没有人知道谁 你又会起来 万一你又起来 好 继续行骨骂大 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呢 常常会在正念政治当中 就是你的觉悟啊 会比你很强 好的来 你也不要执着 修如唤起 苦进来 你要修如唤起 我昨天说过 不是都如菜 如一般吗 对不对 都不是真的嘛 都是代实的 都是假的 你干嘛那么计较呢 佛法它伟大的地方啊 就是在这里 这是连世间心理学的医生 都讲不出来的妙方的 所以你要慢慢地去练习 慢慢你心中就有很强的觉性 慢慢有什么觉性呢 你会觉得你烦恼比较少 晚上睡觉也不要做恶梦的 然后呢 你的脾气也比较好的 你的心里越来越快乐 这个快乐呢 不是跳disco 那种快乐 可能你看disco跳一跳 哎呦 腰还是闪到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运动过度了 肌肉会拉伤 可是这个佛法的快乐 是从身口意当中 发起快乐 而且别人看到你 也会很欢喜 这一点大家应该要 信心去训练 接下来请看 比二 四十五 也一二十一行 佛例子 不道比过 就不可以说 在家出家的过失 请看 三十二 因祸说他佛子过 突然减损自功德 故于引入大乘者 不道比过佛子行 他说我们凡夫 为什么会讲别人的过失 注意听 这里讲过失是 起恶心 故意毁放别人 注意听 起恶心 故意毁放别人 本来他只有一分过失 你就故意把他讲得很夸张 跟老板说 他做错三分了 待会碰到家人的时候 发生了误会以后 你就故意宣扬 变七分了 或十分了 弄得满天的风尘风雨 这个叫 不讲别人的过失 起恶心 故意要去献坏 甚至这个意思 但是假如 好朋友和好朋友之间 劝别人 那要有智慧 劝别人不可以在当众场所 有些人 朋友跟朋友之间 就像姐妹一样 可是有些人比较没有智慧 对不对 他常常劝人是在哪 大庭广东之下 这样子是很没面子的 他东东在 哎呀我告诉你 你就是这么肥呀 对不对 叫他少吃一点吗 你不听我的话 天哪 他在大庭广东家 这么臭 对不对 这么肥 当然他生气 你讲的是真话 还是你选错时间的 还有你没有给人家有面子 知道吗 所以劝朋友要有智慧 要选对的时间 还要私底下 我们讲说呢 要常常说人家的好话 而不要说人家的坏话 所以你家那么一起善心 劝你的好朋友 那是对的 不在这一条里面 不要动不动地在别人家 背后人家讲一条过失 就是不可以 那朋友的朋友之间 也要看状况 有些朋友是这样 可以讲他一遍 只能讲一遍 不能再讲一遍 再讲第二遍 他就翻脸 可是以菩萨道来讲 至少劝人家 应该劝三次 不要呢 一开始就 发脾气 就责费别人 尤其妈妈 我爸爸教小孩也是这样 每个小孩子呢 他都在学习 你会学习 我习惯你 习惯你